图拉,能工巧匠之城,这个称谓的由来是名副其实的,早在1815年就有这样的传说,当时的沙皇在此时访问了英国,并在那里见到了很多不同寻常的东西,但在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一个用钢打造,非常小,并且能跳舞的小跳蚤,沙皇对他爱不释手。 沙皇手下的大臣称,在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工匠,在中斗的工匠中,有一位来自图拉的,外号左撇子,制造武器的工匠,大臣交给了他那件小跳蚤,并要求他在制作工艺上超过英国人,结果图拉这位工匠造出了不仅一模一样的跳蚤,当大臣用显微镜看的时候,发现这个工匠还给跳蚤的脚上都盯上了类似于马掌的东西。 正如这个传说中的故事一样,这里不知有出色的军械师,在图拉,现在还有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兵工厂。 图拉武器工厂呢,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创建者呢,是俄罗斯的沙皇彼得伊士,现在呢,图拉工厂呢,不仅是图拉人民的骄傲,更呢,是俄罗斯全国人民的骄傲。 现在,我们在猎枪组装车间,组装都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在这个车间不止生产一些实验性的枪械,还制造艺术成分更多的猎枪。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高级工匠亚历山大布赫列夫,他现在在组装的是图杠120型猎枪。 有人给他从上面一个车间送来半成品,他讲完整个制作过程,他一个人并不是使用技术性的流水线生产。 当整个组装过程都完成以后,枪上还会刻上组装人的名字,组装人把整个人的身心都投入到制作中,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大部分上,我们都是根据订单来制作的,有不同的喜欢打猎枪的人来定制。 每个车间和每个师傅也有固定生产列装的型号和制作任务。 这里所有的工具,从一个小小的工具到经常使用的锤子,都是师傅自己做出来的。 因为在具体的制作过程中,有具体的条件,有什么时候使用什么铜锤,什么时候使用钢锤,我想亚历山大会告诉大家的。 首先,我要做的是清理每个零件的工作,然后再进行矫正,所有的都要进行清理并矫正。 第二部分是木头加工车间。 首先,取一块核桃圆木,根据不同的枪托,使用不同的标尺做上记号,之后就做出这样的枪托,使用任何的一种木头都可以支撑。 我16岁的时候来到这个工厂,92年。 在小的时候,我想当医生、演员、老师。 这些全部都想过,最后还是留在了图拉宾工厂。 我并不感觉遗憾,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对木头进行加工。 现在我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加工这个枪托。 我所要做的,就是把它修理得更平整,更光滑。 我用了16号的沙纸。 使用最粗的沙纸,把不平整的地方打磨下去,之后进水,然后再等下晾干。 晾干后,还会出现不平整的地方。 我再使用12号沙纸进行第二次的打磨。 和12号沙纸进行第二次然后,来实际上跟非常转imento。 dil med工厂的好连动〜大的�origats。 图拉的冰工厂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冰工厂 1946年后 图拉冰工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开始生产猎枪运动枪械 现在这里制造的大部分猎枪都是私人定制的 每一杆猎枪的最低造价为3万卢布 约6000人民币左右 我是负责雕刻的 我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 在猎枪上刻上不同的图案 一般刻上的都是猎枪常见的图案 比如说鹿 袍子 这些图案都是非常常见的 也有不同的 这个上面刻的就是俄罗斯的国徽 这是俄罗斯的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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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图案都是俄罗斯的国徽 现在看到的是石刻 到底什么是食客 一会儿我们就请市里最优秀的食客家来告诉大家 这里使用的原材料是金和银 具体使用什么原料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现在他会向大家展示具体的制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爷爷和父亲都在这个工厂里工作过 我的爷爷在二战期间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了 后来就去了乌拉尔山地区 我在这里工作了32年 我的儿子就在旁边工作 他也是食客师 我亲自教了他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见到了我放在家里的图纸 他上了专业技能学校 上了大学 后来想继承父辈的专业 我在工厂当了两年学徒 我们每天都在工厂见面 现在的图纸并工厂使用的是自动化与手工组装的方式进行生产 师傅们会根据买主不同的要求来制作他们所喜欢的猎枪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较老的制作车间 现在我们走进的新车间 这里有更新的车床 有原来的旧车床 也有今年安装的 只需输入程序 把所需要的制作零件放进去 然后程序就会自动设定好 图形 把需要的检材下来 在这些车床上可以制作出50种不同的零件 程序员只需要观察车床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只需要修正一下就好 每一个零件都有自己固定的程序 我们现在在图拉兵工厂的展示厅里 这里展示了我们之前所生产的产品 现在还生产 还有一些是以后准备生产的 这是传奇的纳干左轮手枪 这是一把真枪 19年的 从革命时期一直到二战 战士们拿着它进攻柏林 传奇的图拉托卡列夫 还有一系列149型运动手枪 在80年代时期设计出来的 这是一整套的 专门是给那些从事比较危险的工作的人设计的 比如说飞行员 航天员在无人区降落后 身边没有什么可以吃的食物 这个手枪的设计 专门用来设计这种情况 枪上装有两个枪管 5.45毫米 同时也有自卫武器 它可以发射信号弹 可以用来点燃篝火 除此之外 还有一把砍刀 同时它还是枪托 它可以挖东西 可以砍树 这样就可以进行射击了 跟一般的猎枪一样 掰开之后放入子弹 这样我们的产品也只做过 还有很多革命之前和二战之前好多的产品 莫星步枪 西蒙诺夫自动步枪 还有我们图拉非常出名的设计师 托卡列夫设计的自动步枪 这是很稀有的一款枪 因为这款枪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 所以这个算得上是比较稀有的 看到这款枪了吧 这是专门给内务部制造 后来我们又在猎枪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 这个枪的子弹容量很大 如果要是打鸭子或者打野生动物的话 是很有效的 在俄罗斯还有专门的军械师日 这一天 在俄罗斯军工企业城市图拉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晚上还会有盛大的烟火表演 因在图拉坐落着有名的冰工厂 在图拉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内 有一家文明世界的图拉国立武器博物馆 在馆中藏有历史上图拉冰工厂所生产过的所有武器 在图拉建造宏伟的克里姆林宫 是处于当时特殊地理位置的考虑 当时的图拉处于国界的最南端 稍后我们会做详细的介绍 图拉兵器博物馆根据彼得医师的命令始建于1724年 在当时图拉的工匠们就开始收集不同时期的各种兵器 在这个基础上就有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的藏品从16世纪开始至现在 博物馆从俄罗斯士兵16世纪所穿的铠甲开始的 制造武器需要消耗很多的电力 所以图拉兵工厂就建在武贝河边 利用武贝河水来做成水利发电车 在我们眼前就是图拉式的全景 在武贝河边坐落着图拉兵工厂 河水穿过工厂 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全景上 还能看到当时彼得医师的命令 上面写着 图拉人应该为俄国军队制造火枪 这里还能看到使用生铁制作出彼得医师的手的模型 当时的火枪射程并不很远 大概只有300步左右 所以在当时的战争中还需要用冷兵器帮助 在每个不同的部落都有自己的火枪和冷兵器 步兵除了装备刺刀以外 还配备了较短的弯刀 新旗兵部队使用的是较长的弯刀 在我们眼前的是火炮 这些火炮在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使用过 当法国人刚刚占领了莫斯科 他们就派出了先前部队赶往图拉 为了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当时俄国军队制造 并提供武器的图拉兵工厂 厂长都已经准备要将工厂转移并交给 库图佐夫元帅 写信要求转移兵工厂 在库图佐夫的回信中表示 俄国军队可以击溃法国军队 图拉民众应该最大限度地生产 供应前方士兵的武器 正是图拉人民的辛勤劳动 才使俄国军队能够装备金粮 最终俄国军队在法国巴黎庆祝自己的胜利 中国有着悠久的茶文化 作为中国近邻的俄罗斯也不例外 随着喜欢饮茶的人越来越多 用来弃茶的茶壶和甜点也必不可少 图拉茶壶和图拉饼也是此地的特产 在很多重要的场合 都可以看到俄罗斯茶锤的身影 在俄罗斯举国欢庆 为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前夕 20名参加抗日战争东北战场战斗的俄罗斯老战士 代表获赠我国礼物 茅台酒 云南龙润普尔茶等 瓦西里伊万诺夫老战士 也精心准备回赠了一份充满俄罗斯风情的礼物 大茶锤 1878年 俄国当时的冶金制造中心图拉市建立了第一个茶锤制造厂 之后 茶锤于18世纪开始在俄罗斯普及 茶锤 茶汤壶 义饭纸烧水壶 茶锤的外形也有多样化 有球形 筒形 花瓶状 小酒杯形 以及一些成不规则形状的茶锤 到19世纪20年代 离莫斯科不远的图拉市 则一越称为生产茶锤的基地 仅在图拉及图拉州就有几百家 加工同制品的工厂 主要生产茶锤和茶壶 饮茶文化是俄罗斯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茶壶也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大家不到这里来 是很难想象得到 茶壶会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形状 现在古典的茶锤 更多被现代的电水壶所取代 但是在很多俄罗斯人家中 还是能看到茶锤的身影 它们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装饰 如果在家中放上一个古典的茶锤 会使整个家庭的气氛更加融洽 在现在加工工艺的影响下 制作茶锤的原料也在发生着变化 对茶锤本身的装潢 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例如乌尔金茶锤制造师家 所做出的茶锤 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稀有的艺术品 在19世纪中期 饮茶的习惯才渐渐地成为了俄罗斯的传统 茶是在17世纪时期才出现在俄罗斯的 差不多是到150年之后 也就是在19世纪中期 茶才成为了广大群众经常饮用的饮品 在这个时候也就形成了特殊的茶文化 人们坐下来就可以喝15、20杯茶 当客人感觉已经喝够的时候 他就把茶杯倒着放过来 这样就不会有人再给他珍茶了 当时整个俄罗斯都是这样的习惯 但在彼得堡习惯略有不同 如果客人把茶时放到杯子里面 人们也就不会再给他珍茶了 在古罗斯人们喝茶的时候不仅仅只放糖 还要配上不同的甜食和糕点 蜂蜜、果酱 如果是夏天还会配上不同的浆果 这里还有一种特殊的展品 它的制作者是瓦基姆·沃尔金 他是沃尔金家族中制作茶锤的传人 他还继承着19世纪图拉制作茶锤的传统 这个家族制作过不同的茶锤 茶锤还送给过不列日涅夫 俄罗斯的第一个总统 鲍里斯·叶利钦还将他制作的茶锤 送给了英国女皇伊丽莎白 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制作茶锤了 现在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就有一件珍贵的展品 展品只在我们博物馆里展放三个月 这件茶锤是用水银制作的 表面是用镍装饰的 在这件茶锤上有非常不一般的俯手 用的是海马和金鱼做的装饰 这件茶锤不仅在实用价值上 还有在艺术上都是很有特色的 它的售价大概为150万卢布 俄罗斯饮茶与中国饮茶略有不同 从饮茶的品种来看 中国人喜欢喝绿茶 俄罗斯人则酷爱红茶 有趣的是红茶在俄语直译为黑茶 从饮茶的味道看 俄罗斯人更喜欢喝甜茶 喝红茶时习惯于加糖、柠檬片 有时也加牛奶 我们所熟知的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菜 就非常喜欢饮茶 文明于全世界的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菜 就是生于图拉并长在图拉的 他本人就非常喜欢吃甜食 尤其是盛产于当地的这种甜甜的图拉饼 也许这种甜甜的图拉饼 在他创作的时候给了他很多的创作灵感 列夫托尔斯菜对图拉饼情有独钟 他的妻子也对制作图拉饼颇有心得 在我手上的是索菲亚·安德列耶夫纳 托尔斯菜的妻子制作图拉饼的配方 这里面记录了很多很复杂 但是很有意思的图拉饼在家中制作的配方 每一个勤劳的主妇都有自己特殊的 制作图拉饼的秘方 制作本身就是很复杂的过程 里面要有很多配料 制作面要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不停地和面 很多人都不惜自己的勤劳劳动 来使自己的亲人能够吃上美味的图拉饼 图拉饼的制作也有一套传统的工艺 图拉饼在公元九世纪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最早它的叫法为带蜜的面包 因为在俄罗斯任何一种甜饼都是要加蜂蜜的 最早的图拉饼是捏出来的 最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工具 只是使用手来捏的 捏出来的都是动物的样子 后来就用剪刀剪出不同的形状 最常见图拉饼就是用模具打印出来的 首先要雕刻模具 并不是每种树都是合适制作模具的 一般用的是白花树、梨树和苹果树的木材 木材要进行晾晒和植物油的浸泡 为的就是让木头更加的结实 图拉饼都是带有馅儿的 所以都是有两层面的 一层是印有优美图案的 中间放上不同的馅儿 之后才扣上第二层的面 这样扣下来之后 就可以送到烤房来烘干了 越大的饼烘干的时间就越长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 甜饼是出现在很多重大事件中的 如果父母刚刚诞下了一个新的婴儿 则有人送生日饼 如果有人过生日 则会送给过生日的人 带有其名字的图拉饼 在我们传统节日 蟹肉节 送冬迎春的节日中 也会专门针对这个节日 来制作不同的甜饼 并会送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同样在有人过世的时候 也会制作甜饼 然后把制作出来的甜饼 邮寄给没有办法参加葬礼的人那里 当有没人去姑娘家的时候 一定要带上甜饼 还要专门找一些外形漂亮的 带有有意思图案的 向人告白的时候也可以送甜饼 送甜饼还有这样的传统 如果姑娘喜欢这个小伙子 收下了他送的甜饼 这样就可以和父母一起来商讨婚事了 如果姑娘不同意 他就开开家中的窗户 把甜饼扔出去 这就意味着姑娘不同意这门婚事 也不需要解释 大家都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收下了甜饼就同意了 把甜饼扔出来 就意味着他不同意拒绝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非常喜欢自己在这里的小别墅 就像很多土生土长的图拉人一样 他非常喜欢图拉当地生产的图拉饼 他的孩子们到图拉来他庄园玩的时候 一定都会去糕点铺 或者是卖图拉饼的商店 总是会带很多图拉饼回去的 在俄罗斯的很多民间文学作品中 和很多俄罗斯的作家作品中 都有描写 因为甜饼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也很容易就能在民间文学 和作家的作品中看到有关甜饼的描写 与图拉饼有关的 有很多绕口粒 很多不同的俗语等等 在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殊的藏品 获得俄罗斯吉尼斯记录最大的图拉饼 这个巨大的图拉饼重有43.3公斤 它已经被收录在俄罗斯吉尼斯记录中 2008年 我们图拉首次开始庆祝图拉饼日 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 我们这里的师傅刻出了这个巨大的模具 他花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几个人一同把饼做了出来 烘烤了三个小时 经过了差不多八个小时的亮煞 才制作出了这个巨型的图拉饼 在很多大型的节日中 我们都会把它拿出来 来展示给我们的图拉人 比如在我们建成日的时候 我们也会制作特殊的图拉饼 在节日结束的时候把饼切开分给大家吃 1942年12月 都被送往了战场 为了就是能让前线的战士 能吃到美味的甜饼 在二战期间 与图拉饼还产生了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 所有二战时期图拉所生产并提供给前线的武器 都被称为图拉甜饼 在那段时间 还有了这样的漫画宣传画 画中的茶锤坦克向敌人射击图拉饼 敌人们都四散而逃 当然并没有人用图拉饼来射击 宣传画也就再一次证实了图拉是武器之城 茶锤和图拉饼之城 在列宁格勒被包围的时候 从图拉约往那里有51车厢的粮食 这里面都包括图拉饼 现在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里 还藏着带有刻字的图拉饼 上面写有来自于图拉送给列宁格勒英雄的礼物 在那段艰难没有食物的年代里 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英雄 还是把他留给了后人 这也就是说图拉饼一直跟俄罗斯的历史当中 重大的事件是联系在一起的 同样是在二战期间 图拉当地又一特产 也在图拉工匠师傅们的帮助下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支援前线的战斗 在1941年平静和平的生活被打破 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图拉首封琴厂开始生产部队的订单 很多前线的战士都写信要求说 有首封琴和巴扬就会更轻松地战斗 在1943年首封琴的生产才得以恢复 首封琴帮助了前线打仗的士兵 当士兵在战斗的间隙 就会拿起首封琴 听着美妙的音乐 想起了家人 亲人 帮助他们度过了那些困难的时期 当在1945年二战胜利之后 这就是庆祝二战胜利的首封琴 鲜红色的 上面有雕刻 上面刻有胜利这个单词 这款胜利首封琴是在1945年制造出来的 旁边的布娃娃叫卡丘莎和阿琉娜 这是一个有利的证据 证明在战争的困难时期 首封琴帮助了士兵们度过了艰难时刻 这是一件很特殊的展品 它见证了战争的每一个环节 这里可以看到米哈伊尔 吉姆佐夫和他的战友首封琴 首封琴从图拉一直陪着他走到了柏林 又从柏林走了回来 很可惜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他的女儿把他的首封琴送到了我们博物馆 首封琴的种类有很多 众所周知 首封琴在苏联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俄罗斯民间乐器 俄罗斯人对这件还不够完善的乐器的热爱 是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的 他们对首封琴掀起了一场改良再造的风潮 一时间在俄罗斯各地 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经过改头画面的首封琴 图拉首封琴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 现在工厂里有300多人工作 好 好 感谢观看 巴扬剑扭式首封琴是首封琴家族中特殊的一员 他为纪念古罗斯歌唱家巴扬而得名 与传统的首封琴相比 巴扬的右手键盘具备传统首封琴 无法比拟的宽广音域 左手键盘在保持了传统的低音和弦同时 还引入了自由低音的新概念 到现在图拉首封琴的制作工序 除了切割木板以外 基本都是手工完成的 这位师傅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0年 他们不仅要负责首封琴的制作 还要负责首封琴的检修 现在在他手上的白色首封琴 就是乌克兰一位演奏家 在几年之前买的 现在首封琴被送回到了原厂 进行技术性检测 这个巴扬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现在送过来来进行技术检修 在保修期间 我们必须再一次检查 重新调试 有些地方要进行调整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执行的一道工序 这家琴的主人 是乌克兰的一个音乐家 他专门从这里来 主要的就是 他很喜欢这家琴 在使用的一年期间 巴扬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唯一让他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左侧的皮带 就是再结断一结就可以了 他给我们说了 我们就根据他的要求 做了改正 也就是这种情况 受潮或者天气的原因影响 怎么说 巴扬都是用木头制造的 因为受潮的原因而出现小故障 很好 就是他的琴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 明天早上他来 我们再进行最后的调试 他就能拉走了 手风琴是俄罗斯的传统乐器 但在现代音乐的冲击下 很多手风琴厂都被迫关闭了 现在很庆幸 在这里呢 还有一群对手风琴 有着热情的人在工作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仔细看一看 手风琴的具体制作过程 是什么样子的 我已经59岁了 明年我就退休了 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0多年 在这之前 我跟他们都没有想到过 我会从事 跟这方面有关的工作 当我来到图拉的时候 在电车上坐着 看到图拉手风琴 招工启事 需要这方面的人 我就来了 看了看 立马就喜欢了 我就想留在这里工作 我看到了老师傅们 是怎样工作的 我跟他们学的时候 还知道的不多 跟他们学习 就开始从制造共鸣器 手风琴厂 这个期间也学会了 怎么组装手风琴 每一个黄片 都有自己的声音 在发扬上发出来的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声音 在一个生产组里 应该有一整套班子 生产一件手风琴 应该有两个制作黄片的 之后需要两个手风琴 右半机械部分的制造工匠 这也是手工制作的 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同样是手工制造 一个人来制造 手风琴左边机械部分 要用时一个半月 最后是我 制作音箱 用半个月来做发声器 起初组装工作 是主工程师负责的 现在他已经不再工作了 所以这份工作由我来做 最后我的时间 大概是两个月 制作音箱 需要使用很多工具 这些工具 在商店 都是没有卖的 只能自己做 这些工具 都是非常特殊的 比如说袍子 这些工具 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在商店里卖的那些 我们都用不上 这里都是用传统的 手工艺制作的 用其他的手法 制作出来的 并不是这种水平的巴扬 最起码 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 全部都使用自动化来制作 还有许多 我自己制作的工具 也都可以给你们看一看 看上去他们虽然很多 但是没有个 都有自己特殊的用途 有很多的工具 每一道工具 都要用到特殊的工具 所以我们这里 很多工具都不同 教授学徒 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在工作的三十多年中 他总共教授了 有三十多个学徒 对待学徒和工作 他是一样认真的 我是在工作第二年 开始教授学徒的 我亲自教授的学徒 大概有三十个 我想说 教学徒也是很复杂的工作 在教学徒的过程中 有自己的特殊性在领域 我想是这样的 就跟小孩子在学校上学一样 他们并不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 有人学习的好点 有人学的差点 在这里也是一样 我就是这样想的 有人有这方面的长处 有的人就没有 所以有好学生 其中有一个 都可以跟我一起工作了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有段时间 他还被选为杜马代表 之后他又返回到工厂 他现在有病 没有来上班 对我来说 我还要接着工作 这不仅代表着工作 也是我的爱好 就是我在家休息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或者坐车的时候 随时都有可能想到 什么样的好法子 怎样来改进巴扬 用什么的方法 才能更好地改进工序 某种程序 也可以更加自动化一点 经常有这样的想法 到时候有时间 就可以进行一点改造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手中呢 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小的手风琴 手风琴的大小呢 是有不同的 与小的手风琴呢 它的声音会越加红亮 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不同手风琴 发出来的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声音 当我在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到 要在工厂工作 我的家离这里并不远 经常能看到这个工厂 上中学的时候 来过这里 看过表演 从来也没有想过 要在这里工作 我在这里工作 有三年了 上三年级的时候 到我们学校来的音乐老师 现在这里有些人 也往学校里去 给我们展示自己的绝火 告诉我们 可以跟他一起学习 这样我就开始学习了音乐 到这里来的 正是手风琴的老师 我现在负责的工作 是质量监督 我的任务就是在出厂之前 对产品检测 发现并纠错 琴障的瑕疵 首先就是对外观进行检测 在外观上没有刮痕什么的 直观上的一些问题 第二就是检测 左侧键盘和右侧键盘 保证他们都能正常工作 在弹琴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我可以展示给大家一下 我是怎么工作的 我可以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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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键盘在弹奏过程中 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常 如果问题不大 我就可以打开进行简单的处理 如果是手锋琴内部出了问题 就必须退回去 进行改造 同样的方法还可以检测 右侧键盘 右侧键盘不一定 非要在弹奏过程中检测出来 我闼着 是 我闹 neces 在别人 се 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图拉除了有能工巧匠之城外 位于其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 也是当地的一张名片 在16世纪初 1507年 在当时的俄罗斯最南部 在这个地方 经常有逃到这里来的 克里姆达达人 他们在这里开始建了克里姆林宫 这里的克里姆林宫 也建了很长的时间 1520年才结束了建造的过程 这是当时俄罗斯南部最大的城堡 克里姆林宫有这么几个特点 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它是个长方体的建筑体 可能当时建筑设计的时候 是由意大利人建的 因为这种建筑风格 就是14世纪到16世纪期间 意大利的建筑风格 这样长方形的建筑 与意大利的国情有关 因为在当时的意大利 进攻城堡的时候 就已经拥有了火炮 如果使用火炮的话 在任何一个方向 都是可以进攻城堡的 为了能更好地对城堡进行防御 为了能让城堡内的火炮 能够与城堡外的城墙平行地放在一起 所以就建造了这样长方形的建筑 我们这个城堡的特点 可以说是当时欧洲城堡的特点 我们这个城堡的特点 图拉克里姆林宫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特殊地理位置 与其他的城堡不同 图拉克里姆林宫正是建在一片 低洼的沼泽中间 这也是有特殊原因 导游谢尔盖给我们揭开了 这一问题的答案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当地的地形 如果说许多城堡都是建筑在高地上 而我们的城堡不是建在高地上 在这里最主要的敌人就是克里姆的打坦 他们都是骑马的 行动很灵活 很快 攻击也很有效 这样的行动是迅速的 灵活的马队只有在平整的路上 才能施展开 在前往我们克里姆林宫的时候 要越过很多自然障碍 沼泽 湿地和小河 敌人的马在这样的地形中很快就累了 当我们的敌人赶到我们的城堡的时候 已经筋疲力尽了 在克里姆林宫内有9座塔 每一座塔都有其特殊的功能 有的是用来瞭望的 有的是用于出入的 而坐落于克里姆林宫的主塔 其本身也是有特殊之处的 主塔的入口都在塔中 在塔的下面都有进入塔内一层的入口 在里面是没有塔各层的出入口 想要上到第二层塔 只能从墙外面掃去 我们进到塔里面 有进入战斗的梯子 第二层的入口是单独的 目的就是为了拖延占领这座塔的敌人 可以想象到 敌人进入到克里姆林宫内 冲到塔前 塔的一层是很容易进去的 这里面有门 之后敌人就会找上二楼的出口 如果要找的话 是需要很长时间 在找的时候 他们也就损失了很多时间 同时就会遭受到攻击 在克里姆林宫内也有射击口 可以控制敌人靠近塔 除此之外 在主塔路中 也包括这个塔在内 在塔的中间都可以有特殊的射击口 可以从那里向楼下射击 所以可以这样说 每一个主要的塔 就是在其中塔被攻破 或以占领 或被撤回的情况下 都可以独立战斗 整个这里的防御措施是这样的 图拉克里姆林宫 在当时几乎处于国界的最南端 经常受到达大人的攻击 在1552年发生了最大的异常战役 克里姆林宫的东部 是相对于比较薄末的环节 当克里姆达塔人向图拉进攻的时候 一般都是先进攻东部的地方 所以这里的城墙会更加厚 有3.5米 城墙的顶部有很坚硬的白色石头 差不多占了整个城墙的一半高度 这也是保护措施的一部分 在最薄弱的环节 克里姆林宫的东北 在树立及瞭望口上有很多射击口 就是为了在有人发起进攻的时候 没有东西能射进来 在这些射击口旁 也可以放上士兵 这就能使得这段最危险的地段 驻守最多的士兵 也就是从这里 克里姆的达塔人 在1552年发动的一场最大规模的攻击 这也是图拉 克里姆林宫历史上遭到的最严重的袭击一次 在1552年6月 克里姆的可汗之道 在那个时候 莫斯科没有那么多的士兵把守 想要通过图拉以达莫斯科 6月22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 克里姆达塔人开始进攻 图拉克里姆林宫 进攻持续了一整天 在晚上的时候 他们从竹筛下的大门攻了进来 但已经到了晚上 发起总攻的时候被改到第二天早上 他们知道 经过一天的激战后 图拉克里姆林宫内已经没有多少士兵了 在大火下 很多粮食也被烧毁 按照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援军也不会赶到 坚固的权暴已经没能再抵抗下去 在早上的时候 敌人很快攻占了克里姆林宫 在晚上 图拉人在大门周围 建成了其他的工事 敌人还要再一次进行攻击 在这个晚上的时候 图拉人已经向距离不远的援军求援 援军已经派出军队 在第二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赶来 在他们的共同帮助下 把前进来的敌人赶跑 就这样结束了这么一场战争 现在呢 我位于图拉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内 在古代时期 这里曾经也是 古图拉城的市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的这些古建筑 都已经得到了修复 也许大家很难想象得到 在几个世纪以前 这里曾经发生过 无数次的大规模的战斗